作詞・作曲 李宗盛 冯冯 你醒了 你暈倒在街上 是不是叶家欺负你了 叶家 怎么了 我究竟是你儿子还是 我肯定 Daddy 你也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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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李宗盛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都没有到 他就帮他 到人看你 ée 我 在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哪一点都比你好 江宁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冯凤 吃一点吧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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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病了 她是被云害的 谁害的 老子撕了她 是哪个混蛋王八蛋害你的 我绝不放过她 李桓 你 可 可 告诉我 我现在就 就灭她九族 我要把她五马分尸 李桓 是不是你害我姐姐 给我住嘴 我能害你姐姐吗 她比我命还重要 你们 留在这里好好照顾她 我要出去一下 姐姐 姐姐 你最近 状态越来越差 最近 总是有人跟踪我 你最近 状态越来越差 最近 总是有人跟踪我 我说着没人 rain 现在是我 你现在还不断 我搬过 我现在在啦 现在是我们的 是 measure 我看每个人的 就是好了 就是你们 有话 如果我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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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他真的不在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大叔 我知道冯芳一定在里面 熟你了 我就跟他讲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就走了 拜托您让我跟他见面了 不好意思 大叔 我就讲一件事情 真的不行了 就好了 拜托 不行不行 真是不行 你先去嘛 老板 李欢 我知道冯芳在里面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他说 冯芳不想见你 她不想见我 但我有话要跟她说 我不想跟你发生争执 走 我不 不走 这里不是林家也不是叶家 没有人会因为利益的事情 而迁就你 你 你 我怎么了 我不是叶家 还好我不是叶家 这里不欢迎你 走 走 关门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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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句话 好 ado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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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孤独 好渴望你能够在我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 只有你能够让我真正地感受到快乐 让我心里真正地踏实 小枫 小枫 我是李欢 李欢 小枫的电话怎么在你那儿 他不想见你 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 李欢 你把小枫怎么了 他现在好得很 不关你的事 李欢 我告诉你 快点让小枫接电话 不然我真对你不客气 来呀 有种种过来 我正好想找你算账 哇 我们这都在哪儿 他都在哪儿 我们都在哪儿 也不敢理想 那我就能不客气 不客气 但按照他 就像我一样 在这儿 就像我一年 这 这 林佳是什么意思啊 批向我们跟别人合作了 妈 你看 我说这真奇怪了 我刚和他们签好异象协议 在这种时候出这种新闻 这不存心让我们业界难堪吗 林佳这变卦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跟火箭上天似的 这怎么合作啊 昨天林佳妮没来 我就觉得这事奇怪了 叶佳也不见个人影 会不会他们闹出什么毛病啊 没准 本来都谈好了 叶佳和林佳妮结婚 咱们叶琳两家合作 怎么就那么不讲细拥啊 无所谓了 林佳不跟我们合作也是他们的损失啊 对吧 妈 阿姨啊 您这些日子 不是老去林佳妮叶佳那边吗 什么情况啊 哪儿什么情况啊 够了 都可以说 是不是老去林佳妮 那边不怎么会 从不不吧 好 你们这些人 一定要追求 你还能怎么选择 onosor 一手 才能这么帮助 用了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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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不能过去 你搜 小枫 小枫 冯芳她怎么了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了 小枫 不管有什么事情 请你听我解释 这里不欢迎你 你还是赶紧走吧 小昭夜 带你姐姐回去休息 是 姐姐 我们进去 小枫 小枫 让我进去 你算什么东西 你爱她吗 就把她爱成这样吗 老实说 你跟林佳妮是不是已经有染了 那是我的私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林佳妮 林佳妮 就算我求你一次 让我进去吧 好啊 既然你还不死心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自己进去跟她解释清楚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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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我看到 你和林佳妮 小枫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跟林佳妮还真有奸情 冯冯着奸在床上 你这个臭儿生 你知不知道你究竟做了什么 这不但是她千年爱情的结束 可是千年童话跟林响的结束 这里不欢迎你 走 滚 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弹醉 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会 灿白的月光下几时狼狈 竟是被晚风打碎 我不信你的手是我不对 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 不断地去回忆 无端地去回忆兔子伤悲 我独自不醉不归 我呼吸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搗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你已经好久都没有回过家了 我特地叫厨房给你包了养生汤 起来喝一点吧 我不想喝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妈妈 叶佳 叶佳 就是爹 只有爹 你倒是谁 你不想喝 你吧 你快点 你不想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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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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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以前那个老骂我的你 最近的日子 有一半难过 一半开心 难过的是你时好时坏 开心的是 我能够 这么近地在你身边 也不知道我有多幸福 感觉我的心就像一块糖 慢慢地融化了 好甜蜜 一直融化到骨头里 我饿了 你说什么 我好饿 我想吃豆浆油条 洪峰 你好了 你好了 走 走 汪博 把这些花都换了吧 这些花都开得挺好的呢 合成玫瑰花 小枫一直都喜欢玫瑰花 等她回来 看起有这么多玫瑰花 她一定非常高兴 来 冯冯 先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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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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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枫 你这才回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小枫 小枫 你跟我说说话吧 小枫 你跟我说说话吧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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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小枫 你回来 你回来 小枫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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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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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枫 叶佳 其实我知道 你早就不喜欢我了 我还傻傻地以为 真的有灰姑娘的故事 没有 没有童话 叶佳 我们分手吧 小枫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爱你 小枫 我不会跟你分开的 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永远不跟我分开 小枫 小枫不要离开我 我不会和你分开 我不会和你分开 你 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 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 蜿蜘蛮 蜿蜘蛛的月光下 几时狼狽 尽是被晚风打碎 我 我不请你的手 我不会和你分开 太有心的会 对让你太累 屽于开始 不担心的用力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我不觉得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捣碎 只剩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捣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我扑进你的手 就是我不对 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 无端的去怀疑独自伤悲 我独自不醉不归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捣碎 只剩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捣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姐姐回来了 姐姐回来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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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就好了 真是太棒了 我来 姐姐 你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都 都 都 姐姐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们都很想你啊 对 对 我们一直都很努力打理生意 生意跟以前一样好 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呢 大哥 你的手机已经被跟踪 鳄鱼 这 这 就是 姐姐 你 你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都好 好担心你 姐姐 我学会了做菜 做得跟福生一样好吃 大哥 福生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他身体里的血液 都被抽干净了 慕容西是和福生一起失踪的 恐怕也凶波急升 大哥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你已经被偷袭几次 我怕这样下去 连冯小姐都会有危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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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怎么了 李婚呢 刚刚还在这儿呢 对啊 刚还在这儿呢 李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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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分辨计 请 张先生 这个价格很合理啊 您可以去中介打听一下 张太太 您可以去楼上先参观一下 鳄鱼 走 怎么回事 李婚为什么要卖庄园 我不知道 老大说卖 我就按着吩咐帮忙打理 他人呢 老大外出了 外出 去哪儿了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办 他的行踪 我不方便投入 那 你把李婚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他以前的号码停机了 对不起 冯小姐 这个无可奉告 李婚没和我在一起 我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以前有事情都会告诉我的 可我现在给他打了好多电话 根本就打不通 都联系不上 冯冯 我听说 我大哥把你从叶家那儿接回来了 据我所知 我大哥喜欢你 那是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上怕摔着 现在你出现了 我大哥又不见了 是啊 这也太蹊跷了 该不会是人家蒸发了吧 遥控器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刘子叶 扶生 和慕容夕 先后失踪 现在是李婚 下 下 下一个 不 不 不会是我们吧 冯冯 你跟我哥分手了 会不会我哥找大哥决斗去了 然后就毁尸灭迹了 冯冯 你能不能不开玩笑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 李婚 给我打电话说约我见一面 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些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根本听不懂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要重新进入演艺圈 还说 他要为未来自己的生活 重新做打算 还要在事业顶峰的时候 激流勇退 我现在想想 觉得他根本就不是 说出这种话的人 还真的觉得 太奇怪了 那这么说 我也想起一件事了 大概在一周之前吧 我叫上大哥 跟我其他几个哥们 一起去喝酒唱歌 大家都很嗨 就他一个人在角落里面 闷闷不乐的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走过去一看 发现我哥 我哥那地上 一地头发 全是他调的 就他那年纪 怎么可能掉那么多头发 是啊 李欢到底出什么事了 峰峰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已经让我所有的朋友 都去找他了 我这几天已经把我们 曾经去过的地方 都找遍了 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啊 喂 晓风 你最近怎么样 我挺好的 谢谢你关心 那你能回家一趟吗 我一个人在家 太冷静了 晓风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说 书房的灯太暗 看书总是看不清楚 我已经给你花了一盏大功率的灯 现在书房特别凉 还有 你不是说你喜欢泡玫瑰花鱼吗 我也给你把鱼缸里 全都泡满了玫瑰花 等着你回来 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李欢 李欢 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 他 小枫 晓风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没事没事 这样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好不好 我现在有朋友在 不方便听你电话 再见 晓风 谁啊 叶佳 叶佳 他也没见到李欢 那怎么办 他到底在哪儿啊 翻滚吧 牛宝宝 这突然出现有突然消失的 他该不会回到新鲜上去了吧 也不